看看5分钟撮合 最后撮合的个股变化 有买单敲进的是 长荣59.3 上涨2.4 还有尾盘买单敲进股的部分 也有像旱垒 还有包括中华化跟永光 这三档个股今天虽然是 开高走低的多 但是尾盘有见到一些买单 中华化没有跌停 永光的部分也是一样 在最后25.05附近有见支撑 还有包括旱垒 汉磊收在117块跌5块 5分钟撮合前有拉高 所以留了一点下影线 买单拉高股在尾盘 还包括华邦店跌升反弹股 可以看到今天涨势 有一块二回到25块二 中止连黑 创为尾盘买单敲进拉高 还翻红了 121块上涨0.5元 翻红表现了 最后收在121元 尾盘买单敲进还有拉高的 还包括了有金融股的中信金 国泰金金融股中信金 国泰金星光金 刚刚也见到有中鸿跟叶辉 中鸿跟叶辉有买单敲进 那中刚有没有呢 中刚反而没有 32块75 上涨0.35元 5分钟撮合 小小的一点调节 好 大盘指数进行撮合的表现 在的时候也注意到了 在台股的一个行情当中 今天的量目前看起来 好像不到2500亿 当然还有5分钟撮合的量 要补上来 但是今天的量 要提防注意 会不会再来到一个新的低量 因为昨天是2870亿左右 那现在看起来量 是不到2500亿 今天的反弹会不会还是亮缩 收到最新消息 这是台积电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的季报了 EPS是6.03元 创历史新高 第三季的EPS 6.03元 创历史新高 第三季的毛利率 51.3% 达到了财测的高标 达到财测高标 这是51.3的毛利率 超过五成以上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最新台积电 在下午开法说会前 公布的第一手消息 帮非凡的观众朋友 第一手掌握 它的季报跟毛利率 都是第三季的季报 跟毛利率 好 看看台股今天的看盘重点 那进行撮合之前 台积电下午的法说市市场的 关注重点 那讲到说下午 法说会怎么说 可能攸关着明天周末行情的表现 法人估计第四季 至少业绩还有计增 5%的空间 它是在第三季涨价的 那刚刚看到了 第三季的季报 是EPS6.03元 用新的 我们告诉大家 6.03元创历史新高 的确 表现在于毛利率的部分 是51.3% 达到财测的高标 这是台积电下午法说 先帮您掌握最新消息 今天台股的行情就是 涨多股拉回 跌升股反弹 很明显的 那其中呢 以跌最深的航运 跟面板股 今天涨得比较多 还有记忆体租群 万海 阳明 华邦店 南亚科 群创 这是跌升反弹股 那面板股的部分 也有友达跟群创 跌升反弹 金元 台积电跟联电 也是跌升反弹了 今天台积电涨了2块钱 联电涨了0.3元 还有被动元件股 早上有国具跟华星科 也出现了止跌反弹的表现 国具力手400元 在最近横向整理 华星科 在昨天来到破断低点后 今天稍见止住 回到142块 涨了3块5 那拉回股呢 涨多拉回的就是 永光啦 中华化啦 汉磊啊 还有月峰 以及在创高后 回挡的杨明光 杨明光今天也是涨多拉回 这几档各股被打到 这个有接近跌停的 月峰 杨明光跌停板 那中华化 永光 汉磊 今天拉回半根跌停板以下 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台股今天的 盘氏特色了 好 今日盘氏重点 当然看到台股指数最后呢 压低 以上涨39点 收在16387点 五分龙撮合可惜 还是没有占上16400 撮合压低27点 而且呢 K棒翻黑K 所以并没有变红K 今天是第四根黑K棒 好 最后一单呢 有点压力 有点向下了 好 现在特别请到的是 陈建成 陈飞医师在现场 告诉大家 先说到刚刚台积电 公布的季报报告 还有毛利率的成绩单 怎么看待 这样的成绩表现 可以在明天继续带领大盘 有在反弹 或是在测低 反弹的指稳空间吗 怎么看刚刚 第三季季报 6.03 原创新高 第三季毛利率 51.3% 达到财测的高标 所以法人认为第四季也不会差 但股价跌到这里 有起色 有外资 不会再卖的这种 条件吗 你怎么看 建成 我认为呢 以台积电来讲 他的这个法说 释出来的讯息 一直是法人 在这个洞见观赞的部分 那我们发现 他现在公布第三季财照 当初在第二季法说的时候 他就曾经讲过 第三季会比第二季好 那果然目前 交出来成绩单非常漂亮 那我认为 台积电其实在之前 曾经最高来到 670680的附近 他在那个时候的股价 他已经反映了未来 这几年的 这一个所谓双位数的成长 但是我们看到呢 今年在那时候之后的台积电 其实我们看到他现在 第三季搅出来的数据 其实就如他当初所预测的一样 那股价呢 在最近因为受到 这个国际的这个利空 不管是这个双控 或者是通膨等的 这个利空出来 我认为台积电在这边 反而有机会 外资因为开始 等于说把资金测出台股 那转进这个美元资产 那我认为呢 以台积电这样的一个 漂亮的一个营收来讲 还有获利 当然这应该有可能是在之前 法转就已经预期了 可是我认为第四季 因为受到这个涨价的这个效应 发酵 我认为第四季的这个毛利 或者是营收 再加上这个iPhone 13的拉货 第四季的这个 有机会比这个第三季 还要缴出漂亮的持续单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在这边 手上有持股的 你没有必要在这边杀低了 反而我认为等外资回头之后 台积电股价应该有机会 再往这个六百块这边来挑战 好我们刚刚也立刻拿到 台积电法说会的相关重要资讯 也告诉大家第一手报告 那第三季的季报 还有获利还有毛利率 都纷纷公布 获利1562.6亿 季增率16.3% 年增率13.8% 那毛利率是51.3% 营业利益率41.2% 税后纯益率37.7% 这样的成绩表现 那如果以台积电最新的报告 说5奈米的制程出货 已经占有第三季销售金额的 百分之18了 高阶制程先进制程的部分 5奈米的制程已经占百分之18 那如果含7奈米呢 整个新的这个制程 最新的先进制程 整体营收达到全季销售金额的 百分之52 所以呢台积电的部分 现在的这个营收占比 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先进制程 都是先进制程 好 这是台积电的最新报告 好 当然这是台股收盘后的 这个消息了 但台积电收盘只有小涨2块 收在573块 但是刚建成也说呢 看起来也不用再过于 下跌了是不是呢 也有反弹机会 不止台积电呢 那如果台积电今天的报告表现不错 联电呢 联电股价今天也做了一点反弹 但是它还是日K连黑 但最近是散户投资朋友 而且是小小散户 就是用这个零股去买 买最多是联电 已经这个挤下了 以前对于航运股的一个加码 反而是急着去买联电 那当然台积电一个比较贵 570块 但联电就56块 投资人真的是在这里 还是以联电 这种零股的操作或加码 比较好吗 还是说呢 其实真的挤一挤 用力的买一张台积电 会比较好 你会怎么建议呢 我认为以这个 长远来看 就是从三五年来看的话 我认为先进制程 还是会比较占优势 那特别台积电 在先进制程这块 它的这个营收 刚刚凯明你讲 已经有超过50%了 那联电呢 当然现在成熟制程 也是很缺没错 可是成熟制程呢 我认为在这个 这段时间 慢慢的随着这个英特尔 还有其他这个入场 在扩厂之后 其实成熟制程这边的这个需求 慢慢可能就会得到缓解 那大家未来呢 拼的还是以这个先进制程为主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在台积电 跟联电这边选边站的话 我会认为说台积电 它在先进制程的这个地位 反而是我们可以比较长期 来做投资的标的 这是我们看到金元双雄当中 尤其是台积电刚公布的最新季报报告 那另外面板股间的反弹 尤达群创也是反弹表现 但幅度不大了 3%到1.5%左右 但尤达的部分呢 董事长彭双浪今天也接受访问时 他说现在看起来呢 在全球的这个景气状况 导致了电视没有办法在年底的购物 旺季前到达尤其是塞港的情形 所以呢旺季过了 消费型的需求有点转弱 但是呢还是看好商务型的需求 仍然很高了 还是看好第四季的面板景气 听听看他怎么说 最近因为电视的旺季 已经因为整个运输的问题 所以呢今年的旺季是提早 要不然的话 过去可能十月出货的 都能够赶上年底的销售旺季 但今年因为运输时间加长了 在整个商务的需求上面呢 就会变成他所有相关的产品 就变成需求的非常的强 所以对我们的话 我们看到的其实 当然没有错 消费产品稍微疲软 可是在商务应用上面还是很强劲 消费型的需求是转弱了 因为他已经过了这个销售的旺季 但是整个商务应用 或者是我们看到 尤其是疫情舒缓之后 这个很多被解放出来 好 这是我们看到 今天彭双方董事长说了 万物皆长的时代 看起来便宜货越来越少了 那另外呢 也看到了是在 今年的旺季提早的情况下 所以消费需求一点转弱 尤其是电视面板这一块 所以价格有在滑落一些 但商务商用的面板需求还是很强 好 尤达做了跌升反弹 群创也是 今天早上不只是尤达群创 还有记忆体族群 华邦店跟南尔科也做了大反弹 5%左右的幅度 但是有上涨 而且还中止连黑 看起来会不会记忆体跟面板来讲 会从记忆体先跌先涨 比较有空间吗 你怎么看呢 好 我想记忆体 最近就是在之前这个大摩看空的 它这个报告之后呢 其实记忆体目前 已经算是跌非常深了 那不管是这个华邦望宏 还是这个南亚科 那因为在明年呢 其实前两天有消息 还是出来说 明年的这个记忆体 它有可能就是会持续 这个报价有可能持续往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 其实就华邦来讲 投信已经连买两天 就是已经有7000张了 那外资呢 其实在前面两天 也正好也是卖了7600多张 但是在昨天呢 它已经没有持续做卖超的这个动作 那如果从技术现行来看的话 目前呢 其实华邦店我们可以发现 它从10月来 当然昨天有一个破底 所以那个破底之后 今天立刻又站上了 而且今天的收盘价呢 目前呢 五日均线是在25.06 那今天正式站回了五日均 而且昨天的高点是25.25 今天收25.2 所以如果说 如果昨天的高点 它可以顺利收付的话 那三日之内不再破 我认为这边有可能 低论的短底会在那边成型 那我如果从 这个KD指标 还有RISI的指标来看 还有MACD 这些指标来看 基本上跟股价来讲 都已经呈现背离了 而且不只背离一次 已经背离两次了 所以我认为在这边投资人 你手上有低润的个股 如果大盘这两天 有在任何的这个大跌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观察 只要这个昨天的低点不破的话 你不必在这边再去做杀低了 反正应该可以期待在年底 也许会有一波这个作杀的行情 有机会让你解套 好会不会从这里呢 低点开始有反弹空间 或是再低的空间有限 那当然更多投资人也关注在于 航运股的部分 这一波的修正拉回 有很多投资朋友最近呢 在这个网路的这种 PTT的留言板当中 都有在哀嚎 说已经受不了就出场了 所以呢有很多融资的降低 但是呢这种 所谓的毕业文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按照历史的经验呢 往往也是要准备谈的时刻的 是不是如此 尤其从最近外资 十月以来一直的买超 融资的减 那股价的修正 那今天终于有个上样反弹 中止连黑 而且一红吃两黑 万海吃了两根黑黑 站回五日线 那长荣呢 长荣今天虽然有做反弹 虽然没有这个 把两根黑黑吃下来 但是也一度挑战两 五日线 个股还有阳明 阳明的部分也是做了反弹 中止连黑 有站回或往五日线靠近 好那你怎么看货柜三雄 真的 毕业文越多 融资减 但是外资在回补 或是减便宜的话 真的要谈了吗 好航运呢 我们从三大法人筹码来看 基本上投信这十月以来 还是属于天天在卖钞的一个情况 那那个外资呢 其实这两天 就是连着12号 12号13号这两天 已经连买两天了 那今天他也有可能 在今天还有续买 但是呢 明天礼拜五 其实又要等这个 大家可能又在期待这个运价指数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攻高 但是我觉得外资基本上是属于比较短线的 当然目前航运股 你要说他的股价 跟他的今年获益来讲的话 有点已经算是超跌了 那我想超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筹码乱 所以如果明天再涨 我建议礼拜一再开高 你就不要再追了 那反而是你在跟着外资做短线 这段时间的航运 你可以连两跌 做一个承接的动作 然后涨上来 你再来做这个短线的获利了解 所以也是建议看起来是很做短线的方式操作 他的反弹行情 但也告诉你更多明天看盘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